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本來一直對郭 我以為說他是雷大於小 因為經營企業郭台銘確實是天才 但是做政治他是天兵 那這次從他最近遇到的一些狀況 比方說他以為傻豆成兵 傻畢成軍 那結果沒想到地方派系 現在一風而散 現在郭台銘出來可以說是刑丹影之 可是我發現他雖然這幾天刑丹影之 可是從他昨天嗆媒體 從他的國師群問 替他講了說郭台銘七件陰座的事 結果這七件他幾乎有六件 他就是朝這個目標要前進啊 就是說他宣布要參選到底 然後他宣布要百萬連署 然後再來他要擰顆壓紅 然後那個進一步 他就繼續挺進就對 那我覺得我這七件顯見郭台銘是非同小葛 我覺得我看到他的這個心胸壯闊 氣節偽劣 如果他真的能夠挺到明年一月十三號的話 那投票之後真的我遇到郭台銘先生 我會跟他說請接受小弟一拜 因為在這麼多的困難重組之下 大家也於攻擊之下 他竟然還能夠獨立參選到底 所以我一直認為說郭台銘 他有一項就是他這個要完成 他生命中願望清單 願望清單比方說他這個駕著他的這個飛機 私人飛機那到處去 你看這個他做到 再來他要完成願望清單裡面的 參選總統這個 為那個萬千的聲明立命 你看他昨天他還舉林哲詢的例子 我覺得我這真的是讓讓我 我真的確實心胸為之一動 因為最近的媒體不但是地方派系遠離他的 媒體你看最近對他也是不算客氣 所以他才會嗆媒體說你們藍綠的媒體夠膽的你就把我的話一致一致的登出來 連這樣子的話都敢嗆 所以我認為郭台銘確實吃了襯奪鐵了心 所以我不再認為說在台銘上照說如果我們以打牌來講 郭台銘是台銘上現在最小的是梅花山梅花山竟然在叫牌 這很奇怪 人家拿著S1或者老K十一二點的都沒說話了 但是竟然他叫牌 那我覺得相對於郭台銘必須注意的是柯文哲 柯文哲有兩句話 我我一直還在觀察他 他這兩句話 我覺得他是暗示給藍的 還有給郭聽 他就是說他跟郭跟侯 他們三個現在在憋氣 比誰氣場 這句話 第二點郭台銘 各位的還說 說外科醫生都是到最後一秒鐘才做決定 所以這個預留的空間說 你們藍的或者郭 哪一天你們想開 我隨時願意在最後一秒鐘跟你們合作 而這一句話 我覺得他們兩邊都聽進去了 你像郭台銘 他一直在找跟柯試探 因為郭台銘知道說他只有陸軍 因為他有九十二億 這九二共識之下 他知道他隨時找得到這些陸軍 而柯文哲你欠缺的就是陸軍 柯文哲你只有腦袋瓜 你這個突發奇想 你愛亂發言 你無厘頭的創造聲量 你擁有很龐大的空軍 那如果空軍陸軍結合這是一支騎兵 所以我相信郭台銘有聽進去 現在即便侯友宜 他也知道形勢比人強 那最後他非得他不可能跟郭合在一起 但是跟柯我認為他有在試探 那我認為這個觀察點要從哪裡 就是要從金普聰 就是說現在金普聰是被派到 這個侯友宜陣營 金普聰是拿著他們國民黨的 癥結牌坊到侯友宜的總部 去教訓這些小金們 教訓所有從教的黨公子們說 你們要遵從國民黨的三重四德 所以有他在 我認為侯友宜絕對不敢逾越半步 他就讓金普聰用黨紀收拾小金們 讓他們團結 但是他本身他要跟柯談 我認為要等朱立倫下了十二道金牌 把金普聰叫回去之後 我認為那個是一個觀察題 哪一天如果這個事情發生了 那表示侯友宜願意跟柯文哲坐下來談 所以你說看到那天是 如果金普聰離開了侯伴 就表示那天是大家水到渠成可以談了 對 我不曉得那王議員把金普聰 金老師感覺上好像是一個 是一個路上擋路的石頭一樣 擋住了藍白河之間 是這個樣子嗎 可是現在看起來確實 藍白河是在往這走嗎 對於所有這場選戰到目前 最起碼到今天來看 那郭董到底未來會怎麼走 一定會是影響到未來非常重要 而這也牽涉到剛剛提到 包括地方派系 包括連署的分數 所有這些在在都有 我再講一次 九月十三到十七 對郭董來講 那如果要開始連署 副手拿出來的會是誰 而接下來如果真的要連署 連署 因為事後講說 連署不見得一定要送嘛 你要看大家整合得怎麼樣 而這所有的局裡面 到底未來會怎麼樣 可是國民黨的動作 一直都沒有停 尤其是 司剛 范成年那一局是國民黨 今天媒體上為什麼講范成年 算是求和嗎 我這樣用會不會太重了 他跟你們講 他說媒體上說 他希望能夠來換 什麼他停 他辭中常委 然後 挺侯友誼嘛 對挺侯友誼 保留黨籍啦 保留黨籍 然後意思是 他的那個客家委員會 主任委員不要拿掉 今天已經換了新的人了 已經換了 已經換了這麼快 換了我們北投區的客家大佬 去接這個全國客家委員會 所以國民黨意思就是拿范成年 講說不管 就開刀 就開刀 因為范成年已經一而再再而三 如果是有一次的話 大概就好言歸勸 就像上次林經節那樣 就嚴厲口頭警告 醜一 這樣子 然後但是他一而再再而三 然後中間又編很多理由說 我是用這個身份 不是用國民黨中常委 企圖去掩飾去逃脫啦 那我覺得這個部分就很明確 就劃一條界線 那你要去求和說 我要保留黨籍 我辭中常委 然後保證來支持侯友宜 但這樣講話大家也不會相信 你到底是會支持侯友宜 還是有其他的做法 但是是為了保留黨籍 保留黨籍當然是虛突下次 再選中常委 因為 對 我們明年要改選 兩年一次明年要改選 所以大概他心裡面 大概是有這樣的一個小算盤 但是OK 我是覺得他不管是他去 後來去跑到四樓 直接找主席秘書長 後來也都沒找到 所以這件事情大概就定了 就不會再動 如果說這個事情在動的話 那國民黨這個黨紀就出現 就動搖了嘛 就整個就崩潰了 你們百名人就是要做給 所有要挺郭的 我管你心裡在想什麼 我就是要這樣做 而且誰來求情 你的官到多大 黨制到多大 影響力有多大都不管 反正尖閉親眼 大概到目前為止就這樣 OK 但是我覺得國民黨這個部分 倒也沒有對郭台銘的陣營 就開始進行開炮 沒有 雖然就是切了這個 但泛成連 但其他的一些文宣系統 大概基本上就是到此為止 OK 也沒有再去擴大這個戰勢 也看到說這個 在這處理這部分 還是有一定的分寸 第一個只處理個人 只處理個人的行為的問題 不涉及到這個陣營之間的一些 未來的可能的發展的狀況 這是一個 那第二個 那今天 附崑奇 大家感覺他跟侯友宜長期有一些疏怨 今年年初還為一些 這應該不是感覺吧 這是發生的 這應該是蠻清楚的 這也清楚了 感覺有疏怨 那過去今年年初為什麼 黑道的事情 然後還有像過去一些入黨的事情 大家好像私底下有一些意見 在做一些角力了 不過今天他去 侯友宜去花蓮縣政府 先跟他的縣長 許正偉 然後先搖搖耳朵 然後再跟附崑奇 然後還跟當地的一些明代見面 那附崑奇說 大家一起支持 國民黨的提名的候選人 我看到附崑奇跟侯友宜兩個 手拉手 然後附崑奇 確實從他嘴巴裡面講出來說 只全力支持黨提名候選人 侯友宜宜市長 對 他講的就很明確 就完全不會人家有 在做文章的空間 好 全力支持黨提名候選人侯友宜市長 對他講的就很明確 就完全不會人家有 在做文章的空間 因為附崑奇可以算是 算是最後一塊拼圖了 地方派系收攬的過程 對 因為到過去你看 附崑奇跟郭台銘 有時候在拜廟也好 是地方的豐年祭 常常都在一起活動 OK 那這個就是最後一塊拼圖拼成了 就花東這一塊 後山也穩定下來了 所以對於這個侯友宜來說 今天大概就全台啊 比較是地方的陶廊 然後重要的派系 大概基本上的太多台都一致了 上一週前兩週的張榮衛 然後今天的傅崑奇徐真衛 然後這部分呢 大概看出來 有關跟國民黨相關的 藍營的這部分 大概都是收攏了 就收攏了 不要在這個連署的前夕 又出現一些破口 讓一些派系 幫了郭台銘去做一些連署 你們不擔心他們是表面上面 拉了手以後 其實暗地裡面 他們的人馬 還是會去幫郭董做這些 這個蛛絲馬跡都聞得到 因為反正地方派系 就是這麼多人 然後今天假設 傅崑奇不自己出面 幾下派其他人出面 那幾下也會就會去影射 你們也會知道 也會知道嗎 因為地方大概就這樣 誰代表誰其實很清楚 看得一清二楚 所以這你下面也會看 派系老大 派系的這個動向 今天既然已經公開場合說 支持國民黨候候選人 候宇市長的話 那底下就知道說 老大的看法是這樣 那如果其他人在找我的話 我們就說上面這樣做 我們就不要再為難我了 我覺得一個方便也是給大家一個 一個說法了啦 一個說法一個界線了 就是不要在為難底下 在跑這個很多事情的人 OK 那偉陽真的看起來的話 所有地方派系 剛才司剛已經直接說 最後一塊拼圖拼起來了 對 包括張榮衛 包括福庚奇 周典論 所有這些地方派系 或是議長啊 所有這些全部都已經收容了嗎 應該是說齁 我們昨天郭董生氣氣嘛 媒體都不覺得 都沒有報他想要報的東西 郭董要講什麼 直接講我們一定報 對 但是 何以要的 今天新聞都有出來 畫面有 新聞鋪陳有 我們來看怎麼鋪陳 好這邊有 徐真衛 縣府門口迎接 縣府門口迎接 親自出來接的畫面有了 營造了縣政府本身 徐真衛本身的支持 這是第一個行程記得是9點 好 那當然 接下來是 黨部 10點的行程 要注意不一樣 雖然大家都說花蓮是家天下 但是黨部和縣府還是分開的 10點到黨部 跟福庚奇 手拉手 好 再下來呢 11點有一個行程 到議會 議會 議會張俊的 那個又是不對盤 對對對 就是 地方派系之下很多不被人 都有了 三步驟都有了 縣府 黨部 議會 都有了 而且大家政治表態都講了 復坤騎士 站在國民黨的黨部說 唯一支持黨提名 而且 他在那邊講完以後 侯友宜投桃報李說了一句 大家支持復坤區 繼續連任立法委員 立法委員 因為他是黨提名的立委候選人 上次不是喔 這一次是喔 好 那再來是11點的就有趣的 張俊 張俊也支持 他說我不會 就是我一定是支持他 但是大家也知道 張俊的太太是支持柯文哲 對 所以他說要在這邊促成 藍白河 他也把他的議題丟出來了 這就是一個漂亮的處理嘛 就是說這些人 會不會回家之後各懷鬼 他一通電話 打氣跟郭董報告說 今天我講什麼什麼什麼 沒有沒有今天太晚了 你要昨天先講 我等一下今天會講什麼 你不要太在意 對對就是這個底下有什麼不知道 那媒體出來效果出來 接下來會不會有什麼黨記組分 不會啊不可能嘛 這個場子擺得多漂亮 典範 請各地照抄 接下來去到哪一個縣 縣府 黨部 議會 這個排場都要有 因為復坤其實原來是最有意見的嘛 我們黑道到底誰是黑道 誰是黑金 你講清楚 一開始吵得那麼難看了 因為復坤其的身段都下來 其他地方 好好照張學習 所以其實這個是喔 這一套讓玩下來 大概就知道 國民黨之後 就是這一套的策略 他就一路一路的全台灣 一個一個點名 我好像剛才把這個 直接照片拿出來這樣看 世兄 第一個 你們真的面臨到地方派系 全部都已經 不要用倒戈啦 全部都已經回歸到 國民黨陣營了嗎 你們在連署的過程 大家都說 地方派系是非常重要的一塊 再來包括公關公司 因為你本身在聯署非常有經驗 包括你說 要靠公關公司或什麼 最近大家看到那個公車廣告 有公車廣告 所有這些 可是你們真的在地方上碰到黨紀 碰到所有這些 大家都抽手了嗎 這我再揭露一下脈絡 在參選之前 其實郭伴就跟這些地方的好朋友溝通 其實現場記者可以注意到 參選的記者會上沒有政治人物 很多的地方朋友都說要來 我們都跟他溝通說 我們知道接下來 國民黨考計會要動手 所以謝謝支持 但是我們不希望造成各位的麻煩 因為選舉是一時的 人生跟政治才是長久的 所以我們是刻意的請這些朋友們 當天參選不要來 以免被黨紀處分 所以當天來的都是些產業界啦 青創啊等等的 那後來這個地方連署這件事情呢 我們也跟私下溝通啦 就說 因為國民黨已經出了公文了 說只要黨員連署郭台銘 就要開除黨籍 所以我們就跟地方說 我們就尊重各位的意願 也不希望造成任何的麻煩 至於說他私底下會怎麼幫 那我們都是完全尊重 我們不希望製造任何的缺口 讓國民黨考機會 去向這些地方好朋友開刀 跟當然師兄 這檯面上當然是要這個樣 可是如果真的沒有這些人 你說大力的幫忙 就算檯面上 好我們隨便舉例 議長你真的不方便動 但是憑良講 議長在什麼也就一票嘛 可是問題是 他下面所有人脈 大家都知道地方選舉 只要那些派系要動 那是不得了的 所以會不會議長就不動 沒關係 我收到公文 我又不要當范晨蓮第二 我就在家待著 你們每天都看得到我 但是後面地道 全部都挖通了 然後所有該做的事 全部都走 你們會寄往地方上 或是那些人 用這樣的方式幫你們嗎 還是你知道他們 有人在這樣做 國民黨當然希望肩閉親眼 剛剛司剛也承認這件事情 那我也公開呼籲朱主席說 基層的黨員有自由意志 但是當然我的呼籲 沒有辦法改變朱主席 跟考季會的決定 所以我們換樂觀一點想 我們選舉都要很樂觀 事件哥也知道 選舉要開開心心 國民黨有效黨權人數有37萬人 台灣有2300萬人 大概是1.6% 所以我們應該要面對的是全民 是全民的這個群眾的力量 我們在各地部這個連署站點 歡迎各位好朋友 來我們這個站點連署 當然國民黨考季會說 我要去抓到底哪個國民黨員 連署郭台銘會開除黨籍 那我就要問啊 這就是一個情治保房的問題 難道國民黨要派間諜 到我們的站點去偷看連署書 一張一張驗說 這個是黨員 這個又是黨員 明天開除 不可能嘛 所以其實我也公開講了啦 國民黨考季會出這個公文 他真正可行的執行性是怎麼樣 以及民眾的觀感是什麼 民眾的觀感是你國民黨 把你所有的精力去放在一個你嘴巴上說 要把他邊緣化 沒在怕的郭台銘 可是你不去針對民進黨 我覺得社會大眾都看在眼裡 那沒關係 反正我們被夾殺 因為我們帶來威脅性 包括像TPBS民調也說啊 郭台銘一出來賴清德掉7% 柯文哲掉5% 侯友宜掉3% 三個人掉15% 郭台銘拿到其中14% 而且他中間選民拿最多 郭台銘的14%是完全獨立於政黨之外的 甚至是有一些原本根本不投票的人 突然跳出來說 我願意為了郭台銘出來投票 這氛圍有沒有一點像是當年的韓國瑜 所以我當然知道國民黨會怕啊 因為他們自己最清楚韓國瑜 當時就是這個趨勢起來的 所以我還是要強調 我們是大家的朋友 我們的共同敵人只有民進黨 我們要實現政權輪替 所以不用這樣子劍拔弩張兼臂親眼 四哥有沒有聽到 這樣子我想個別黨員 如果去做一些聯署的事情 我想國民黨沒有能力啦 也沒有這個精神去這樣一個個查啦 必須這麼多萬的黨員 不會有情質單位 應該不會有情質單位 還有軍統的時期啊 如果說國民黨情質單位的話 你今天也不會這樣啊 所以這個部分我覺得 倒不用去太多擔心啦 那第二個呢 當然在整個大氛圍之下 其實我們很多每天接觸到的人 都是希望說在野的各方的勢力 都能夠做一些整合 因為大家的目標是一致的嘛 如果一致然後分散 那基本上民進黨就不怕嘛 你看最近發生很多事情 基本上應該對民進黨的支持度 都會有衝擊嘛 但他看起來好像他還好 他也不大 他也不擔心 因為很多的這反擊力量 就一分而三了嘛 所以我覺得要最後一刻啦 但是希望大家還是能夠 整合在一起 光潔你這麼熟認 包括地方派系的 包括幾次總統大選 所有這些 剛才世修的意思是說 好啦再怎麼樣 國民黨你再怎麼賭我 我就訴出全民吧 你國民黨員不過才 再一趴多三 我訴出全民 包括連署啦 包括什麼 就算那些地方派系議長 被你卡住手腳 綁住手腳 他就這樣動 就是說當然基於黃世修 所代表的郭團隊 他們在此時此刻 他一定要喊高嘛 那喊高之後 那進入連署階段 那就是王世堅委員講的 就是郭台銘他本身的特質 他就要發揮了 譬如說他意志力很堅強 他在逆境會求生 那這是他個人的人格特質嘛 可是我作為一個 36年的一個資深媒體 或是主跑國民黨 或是主跑黨政 那我們也看過 宋楚瑜他的連署 我們津津樂道嘛 他第一次是喊百萬 可是他衝破百萬 108萬 但他後來拿到 就剔除以後 拿94萬9千 接近95萬 可是他第二次 2012年的時候 他44萬多 他的得票只有36萬 那昨天有人講說 那郭董他現在的民調 是10%以上嘛 那民調這麼多人 如果換算 是不是至少上百人 我說這個就是關卡 你在家裡接電話 不管手機或是視訊 你說我支持郭臺銘 跟你要押身家性命 而且要正式黏貼 没有办法科技连署的情况之下 你要把个资交付 而且你要到连署站去 你到投票所都比较容易 在你家附近 而且你的连署站 你如果设的点不够多的话 他都会慢慢的抵消 他连署的这个动力 那第二个 就是说这时候我们要看一个事 宋楚瑜当时候有很强势 他的事是 压过刚刚世修讲的韩国瑜的 可是我必须很坦诚的讲 现在台面上四个候选人 你说真的要所谓的事来讲的话 你连赖清德都还没有图写 什么叫事 就是西瓜效应 你更不用讲另外 菲律的三个候选人 你看那个 现在民调最高的柯文哲 他也不是韩国瑜 跟黄文哲 侯友宜更不是 那其实郭台铭也不是 那西瓜效应 所以目前在菲律这边显现在哪里 比较像是第一名民调的柯批 他有这个事 因为他有铁票 他有年轻人 你说中间他有中间嘛 那你说他50岁以上比较弱 他甚至在60岁以上 他常常教他分析各位输帕 譬如说7% 他有时候看说又掉了几% 就是已经那么少了嘛 所以他们就必须要主打 像侯友宜也很弱 他们必须要主打医疗政策嘛 就针对老人家下药 这都是我们看到目前现况 那所以 郭董如果单独来讲 他跟侯友宜没有事 甚至蔡正元很直断的说 侯友国有国粉 可有可粉 就你侯友宜没有侯粉 为什么 因为国民党是大于侯友宜的 他如果不靠国民党 他们完全不输 完全没有了 那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并没有所谓的韩国瑜效益 这就是为什么在517之后 723之前 连国民党党内都有一个呼声 侯下寒上 就是说你纵使不论胜负 你至少有一个像韩国瑜 或像赵阿康 把国民党幻化成一个战斗党 整个士气这样带起来 可以一拼到底 好第三个就是我们看 这个西瓜效应没有 然后这个第三个挺郭派 他退朝了 郭董不会没有人帮他连锁 但是挺郭派当初那个士气如虹 有我们还可以做一个版图 南投是何胜峰 云林是张荣卫 我认为张荣卫不会退 屏东是周点润 甚至我们把台东的吴军利 甚至台南的李全教 通通酸起来 彰化了谢鼎林 他可以做一个版图 那可是现在党记一下去的话 你就算掩冰洗股私下运作的话 他的效能不会比敲锣打鼓 甚至后面跟着一堆明代 全部都那个像新盘旗一样的 全部我们遍地开花 他变多有常常受 他就会减弱 你本来会不会希望看到的 就是你刚刚讲 譬如说范成莲这种 就是义无反顾 千千万万个范成莲 等到一声令下 联署开始 各地方四地捧起 然后包括这个地方议长 那个地方什么 党记谁管你 我们要的就是台湾 中华民国的未来什么什么 每个人下去 然后那个联署战旗边排一排 可是如果当地方拍戏 像范成莲 你很难想象回头去讲说 哎 拍谁啊 那我就辞 然后你们也不要对我开杂 因为这样整个气势 就威下去的感觉 所以如果就像你刚刚讲 本来大家希望看到是那个样 这是天差地别 因为那个是如果一下去的话 那个基本上是野火燎原 不可收拾 所以站在郭台铭 他就更应该感谢谢典林 他至少退了嘛 对 退过去 徐耀昌是被逼退的 中东警都说回去了 那你就看到陆陆续续的 那周典论他要就是比上谢典林规格 我们这强求啦 那至于说那个何胜峰就不用提了 会有人 但是郭台铭要怎么样 才能够达到2012宋楚瑜 至少我44万的连署 你知道他要靠蓝色蜘蛛网 什么叫蓝色蜘蛛网 就是他一个网络啊 他不可能只到22个县市 20个公关公司 或者靠自己团队 以前我们都讲 哇那红海帝国 他到处都有员工嘛 尤其在土城他本部 可是红海刘洋伟 中间已经切割了 他现在角色不一样了 如果你动自家人的话 这条线我们本来说或许可以 按照私人的这个 这个理由的话 你可以动到自家人 或许他是一个后盾 那你这样数一数 你就觉得这是一条 像郭总讲的很艰辛的道路 但是他可以展现一个决心 他至少越过且战且走的 那个阶段 你要一路到底 不能回头张望整合 差别在哪里 一路到底背水一战 我选到底支持者至少会跟随 然后呢 这个是超知在我 连署独立参选超知在我 而且他有法定的意义 有跟支持者承诺的问题 他必须一路走到底 整合就受制于人 所以现在蓝白整合 他们私底下运作 但我们都会讲 已经谈到那个体制的问题了 所以就说不能等待 他必须一路到底 那连署是一个非常艰难的工程 我们就看就说时间慢慢往后推移 总会有个结果 到时候如果联署的状况如何 他可能主宰郭台铭未来选举的命运 OK 师兄很简单问一下 你自己觉得你心目当中 觉得这次在整个联署 那你有把握拿到分数 你自己觉得最少要交出多少分 平常在外面看我的公众 相当很臭 其实我私底下做事是很谨慎 这一个星期我被问到 每一次这个问题我都说 郭董是希望越高越好 当然 但我你问我 我会跟你说30万的基本门票 我一定帮你拿到 那你要说50万80万 甚至100万以上 我只能说我全力 师兄30万 那个基本门槛会不会太低了一点 这是我的做事比较谨慎 我不是那种喜欢跟你说 100个200万 我不是这种 但我还是强调 郭董当然他希望越高越好 我也会全力的帮他冲高 那实际上那个数字是多少 以我的个性 我不会夸大喊 那只会让媒体上一天到来喊 100 200到底谁在喊 我都知道 真的吗 真的有100万 200我也很高兴啊 真的 我也好我也爽啊 OK 可是媒体上说 因为跟地方派系之间 为了和销的问题 大家搞得很不愉快 所以有人抽手或什么 是真的 郭董在这方面 不是 打选战 你可不可以让他和销 不好意思 那这罐水 麻烦拿个发票来报 不可能吗 他跟企业不太一样 郭董难道不知道这些吗 这个可能沟通上 确实是有些误会啦 郭伴现在在全国各县市 找场地找人力 那一方面也是拜托 这些地方的朋友 如果他们就有县城的场地 跟人力可以租可以聘 那我们就聘嘛 那相关的费用 当然该给的一定都会给 郭董的原则是 该花的费用就花 但是钱要花在刀口上 然后他现在 九十二亿也不管怎么刀口 这怎么花都OK啊 但是这种大笔的金钱 你要做调动也是需要时间 不可能说我今天搬一搬 搬三百万就砸下来 我光去银行提款也是需要时间的 所以我在猜啦 有这个传闻 要嘛就是可能沟通上 真的有一些误会 要嘛就是真的是 可能这个回报的过程中 效率我们再来改善一下 但是我们真的都很感谢 地方朋友的帮忙 那这段期间我们这都 锦罗密鼓 包括我今天早上 还在跟他们开会说 我们地方要怎么协调 你说地方派系开会吗 不是地方的朋友啦 那有党籍的 我们大家都说我们就尊重 但是地方的朋友 很多都没有党籍啊 对不对 他们还是可以动啊 他们已经很热情的提供说 我们家旁边有一个屋子啊 是空的可以拿来做站点 感谢感谢 我们赶快列进来 改天我们就是派人 去看笑那个场地布置 我跟你说 其实这个就跟哦 要开手摇饮料店一样 就全国展店嘛 你要开一家饮料店 你要找这个点位 然后有内外软硬装 要有空间设计跟动线规划 要有聘店员站在那边 所以这个东西 当然需要时间 不只需要钱 有些是因为钱买不到 时间是最紧迫的 所以我还在跟 这些地方的开会说 你们当然勾计要怎么做 所以我们这是全力的 以赴在努力 那在沟通上 可能有一些效率的问题 我们真的是要改进 吴迪安妙你刚从世修讲 包括那个分数 包括跟地方之间的这些合作 你看出什么样一些端倪吗 郭董他最大问题 他没想清楚一句话 一鼓作气再而摔山而结 他今年的所有的政治判断 刚才我们尖歌说 他是政治上的天兵 其实他做错的点 往往都是这样子 四月份说初选 讲的侯友宜民调赢我 我就退 结果五月十七号的时候 哇没退 但是又不宣布参选 卡在中间卡了三个月 已经一季了 一季的业绩做完了之后 大家看到说 因为你不上不下 一直累参选 所以民调往下走 这个必然的趋势 如果说郭董 他在他民调正高的时候 他出来说 他认为国民党 这个对他不公 这个民调不公 所以他决心要参选 但是呢 他愿意 因为当大家的大哥嘛 他愿意照顾大家 让大家一起完成 共同的理念 这个气势会上来 可是他现在 他说我参选 但是呢 我又不要让赖清德 躺着选 然后这个 所以我要整合大家 那其他两组 就会问你说 可是你民调最低 你凭什么说 你来整合我吗 现在国民党的人 跟柯文哲人 都是这样讲啊 对不对 那再加上选民 其实自己会看 选民会看说 你说你是为了整合 所以出来选 可是很多人觉得没道理 因为假设你为了整合 其实郭台铭 他不用出来选 他只要宣布支持 其中一个人 那个人就是蓝军最大股 他只要宣布 支持柯或支持猴 那个人就是蓝军最大 另外一个人 只能去当副的啊 如果你的心 真的是为了整合 你只要做这件 简单的事就好了 所以你觉得他的心事 他的心 当然是为了要当选 这还不用 就是他选总统比当选总统更快乐 因为他要追寻他人生当中钱买不到的东西 他要实现他拯救中华民国的梦想 所以他要选嘛 我认为他的真心是这样子 他要追寻他人生当中钱买不到的东西 他要实现他拯救中华民国的梦想 所以他要选嘛 我认为他的真心是这样子 所以他既然要选 那就赶快拿出要选的气势 因为参选 不是说我选第二名也有讲 选总统是选第一名才有才有当选 所以他一拿出来 讲说我要联署 对 其实也不用去讨论国民党 要不要开后门给他 他直接说 我就是操然于党派之外 欢迎各方来支持我 但我不需要有哪一方特别来帮我灌水 我靠我们的力量去推动 我相信一定能够成功 这个气势摆出来就好了 你不要去跟国民党地方派系纠缠嘛 就是你纠缠在一起的时候 人家就会开始一直研究你跟他什么关系 周典论今天又讲什么 谢典林脸书又po什么 在这个你已经不是主角了 你的气势越来越弱 就像今天如果要是大家看到新闻 如果说侯跟 侯跟傅坤奇 然后前几天那什么张荣卫 什么什么这些 你觉得这个这个就是在气势上面会造成影响 不管你们私底下是什么 但是台面上广告或新闻一出来 势必对老百姓的心情会有一些对 所以郭不应该再跟侯或是柯格国庭 在这个阶段他应该拿出说 我今天既然参选 我就是要选第一名这样的态势 包括了你觉得他不是要选第一名的态势吗 现在如果说选第一名态势 就不会去讲说联署不一定会送 或者是说我出来是为了要整合大家 这个其实都跟我就是要选第一名的 这个气势是有落差 包括今天联署好联署点在哪里 其实讲白了 你开放大家报名啊支持我的人 赶快来 那来了之后我们一个一个去看 然后你的点 你要让人家有一种紧锣密鼓说 你就是在冲联署了 你不要再跟其他人狗狗地 我知道现在蓝营陷入一个战略上的错误了 蓝营他们觉得说 等一下 你在帮蓝营出主意吗 蓝营你觉得张世纲他会听你的吗 我们当然希望这个国家好啊 如果蓝营每天在那边三只小猪打架 然后搞不清楚 那我们国家的执政党在这边执政 然后在野党再打一团烂泥 那种国家不会好 那就蓝营这个其实 现在陷入一个很大的问题点在于 这三家在跟彼此做竞争 因为他们有一个幻想就说 只要我跟其他两个争赢了 我就是第一名 可是这个概念是错的 因为你们不是要去跟 你说这个三个然后赖清德一个 你们要去决斗 不是这个意思 现在的意思是选票上面 选民只能投一个 那现在蓝营郭柯侯 你看他们每天的新闻都是什么 每天的新闻都是 你跟其他两个人关系如何 你跟这些地方派信牛鬼蛇神关系是什么 那选民看电视看九月之后 这跟我没关系啊 我想要听到的是什么 政策上面你什么带领这个国家 在两岸上侯友宜你决定好了没 你跟中国是什么关系 你的九月共识神主牌 你要抱着还是要丢掉还是要怎么样 然后这个郭台铭 OK好你这个参选的时候你说 唯有你能救中华民国怎么救 不是说你整合了其他两个人你就救国 你怎么救嘛 你讲出来这实质上扎实的东西出来 说我觉得这才是能够提振 蓝营现在非常低迷 然后经常捕风捉影抓不到重点的 这样的一个士气越来越低的这个关系 不过现在看起来的话对于蓝白之间所谓的蓝白河的声音 是不是真的不是单纯一个空中楼阁 是真的在往下走吗 斯刚刚你们现在真的已经走到 而且这两天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一则新闻 当柯文哲开始在讲说 不是那个隔魁同意权是不是该拿出来讲一下 各位中华民国现在是没有隔魁同意权 以前是有总统如果要是任命行政院长的话 那要经过立法院OK 那后来被拿掉拿掉以后总统不管任命谁 那那就是任命了好不好 那所以柯文哲说了一个 哎隔魁同意权是不是该拿出来 然后朱立伦讲了一个责任政治 什么责任内阁是不是应该也要的 你们是大家讲好了在这时候要放这些吗 表示蓝白河真的有谱吗 然后要故意就要把郭董跟黄世秋丢到旁边去吗 我是觉得刚才我就接着那个伯雅后面讲了 就是第一个当然这三个或者是三个兄弟追一个女生的话 三个兄弟一定要必须整合一起 看谁最有那个魅力把这女生娶到家里面 当他的这个大嫂 所以所以呢这件事情来说 三兄弟不能整合一组啊 还是要整合啊 因为大家都喜欢一个人的话 那如果说就是同样的道理 那这现在在过程当中 我觉得大家比的是一些政策的部分 所以每个人都推出政策 第二个呢当然民调是不可免的 所以最后会有民调比民调 我觉得民调的部分 我觉得现在目前就高高低低 而且每天的那个分数有太多了 有太多可能最后如果是有默契吧 可能要择几家做最后的一些 做最后一些比较 斯坦我很难想象 国民党会答应 我跟你到最后我们来做民调 如果万一我好友谊的民调 我真的就是不如你 中华民国百年大党 我管你叫国父孙中山 管你叫什么 蒋宗正以前叫总裁 拍赛 因为今年的总统大选的名单里面 总统这一栏就是没有国民党的人 你们真的可以接受这种事 我觉得现在目前为止 大家好像没有这个心理准备 对吧你们很难吧 连我都觉得你们很难 没有这个心理准备 所以我觉得这部分 现在还是在一个这个磨合期 我觉得比较像是就互试水温 探探风向 那我觉得离到最后谈那个什么 组合那部分 我倒觉得还要再花时间 光学有没有听出来这到底是两边真的有默契了吗 还是已经放掉一块了 所谓整个现在各方讯息显示说 国民党已经跟民众党在谈了 那你知道吗 原先朱立伦卖一个呼噜里面的药 他没有公开今天讲了 他原先清明党 不是清明党啊 奇怪 民众党 其实老宋有在跟那个柯P 有给他一些建言 就是民众党 尤其像黄珊珊讲最清楚 联合政府 对不对 那时候朱立伦第一时间还什么 大直政联盟 你不知道是什么都怪我呢 可是他今天讲得更明确 他要责任内阁制 那就代表什么 两个不一样哦 责任内阁是什么 我多处党组阁 你现在谁都知道 司马昭之心 你的席次可能最多嘛 那我来主导 那代表什么 我可能跟你交换 你选总统 什么叫责任内阁制 你总统是虚位哦 对不对 那这样各取所需嘛 你要不要 可是柯P 你要最近讲了一句 那也许会话 不要谈 连议题都还没谈 就先进入什么 国会席次 好联合政府是 差别在哪里 你是多处党没错 但是国会没有办法过半 他不会是一个 稳定的一个状态 所以你要结合其他 理念相同的政党 然后你们一起来 组联合政府 多处党组阁就说 我是多处党 然后阁员都我派嘛 那可是联合政府不一样哦 你们既然是一个 合作的概念的话 我们要选谁当内阵部长 我们要谁怎么样 组阁的时候 我必须要透过协商哦 所以这样的话 所以那个柯P教牌 他是叫联合政府嘛 他不会落入所谓的 你们属席是你们最多的 因为席次一定会比他多嘛 因为他才四岁的 baby打嘛 他没有办法一下像你们 这样子 他们现在都要算 现在就30几期 以后一定更多哦 我跟上节目来边都吓你 吓主持人 我们理事长多少 我们市议员多少 我们县市首长多少 我们地方议会多少 他数给你听 那你们最大 我想你们最大 为什么拿不到政权 加一加你用加法 你也拿不到政权 而且不止一次拿不到啊 对不对 这个一路以来都兵败如山倒嘛 对不对 四兄 但怎么谈 都跟你们没关系 都是蓝白两片 大家各自放话 讲成这个样子 哎本来不是三只小猪 刚才虽然那个王宇言 用梅花山来形容 可是是郭董先叫牌 讲说大家要来谈 现在为什么大家谈 好像都不跟你们谈嘛 其实我有感觉到上周 国民党那边的那个氛围有变 我们在参选之后 其实我们有抛出球嘛 就是要喝咖啡 侯市长是第一时间接球 所以我们也很感谢侯市长 当然郭董跟侯市长 其实已经见过面了 只是说约这个公开的咖啡会 可是幕僚一直都有在联系 其实三边幕僚 两两两两其实都有联系 这四纲也都知道 可是确实我在这几天 我感觉到一个很微妙的氛围 那媒体也有传说 是不是国民党的战略 就是要边缘化郭台铭 以及说他们前两天放了一个消息 说九月先谈立委 十月再谈总统 蓝白要先和 那民众党隔天他们发言人就严正的回应说 绝无此事 胡说八道 所以但是因为我认识国民党也很多年了嘛 这个操作的模式 真的就是我们熟悉的国民党 必须这样讲 所以就司马昭之心嘛 国民党现在确实就是说 我们要塑造一个 我们已经跟柯文哲已经谈到60%80%了哦 郭台铭你就没有细唱了哦 我是这样觉得啦 如果柯庚侯国民党跟民众党 能够合 三个月前就该合了 如果国蓝白两党已经完全完美合成一体之后 其实郭台铭也没有必要参选 也没有他参选的空间 但问题是为什么三个月以来一直都合不了嘛 那为什么郭台铭出来搞得大家这么紧张 因为他也知道郭台铭带来的影响 尤其拉到中间选民是独立于政党之外的支持票 国民党他一手说 啊郭董已经不重要了 现在只是我们跟柯P谈的问题了 一方面就说 尖避亲野啊 剑拔弩张 防堵啊 我觉得国民党在操作的手法上 太明显太粗糙了 尖避亲野啊 剑拔弩张啊 防堵啊 边缘 我觉得国民党在操作的手法上 太明显太粗糙了一点 但没关系 反正这就是一场良性竞争的比赛啊 你说郭台铭想当正的想当总统 是他自己也坦诚 吴风沃为什么要出来救国 只是说他如果完全不跟蓝白谈 他其实只要成立竞办竞总就好 他不用再拉一个什么主流民意大联盟 再找黄世修这种非正规非典型的发言人 对不对 他弄这个联盟 他是要弄一个良性竞争 公平比赛的平台 如果最后最后 我们能够跟柯或者猴 整合成一组最强的队伍 第三个人也支持这个队伍 我们才有希望打败莱清德啊 就好像说今天 你没有读过三国演义 也打过三国无双 卫属无三国 卫属无三国在那边互相交战 当然属无联军可以赢过卫 可是卫又打了属无联军 但是现在是一个外星科技文明的 民进党赖清德在那边啊 直接碾压卫属无三国啊 所以我必须说 我过去也当名嘴 在彭立论分析民调 已经讲了好几个月了 你每一份民调出来 都差个两趴三趴 我相信光秦姐你也讲腻了嘛 对不对 永远都是赖大鱼大鱼科大鱼猴 啊顶着像猴稍微抄回来一点 但是都是弱弱相残啊 今天讲的好像郭台铭出来 啊就造成大局破坏历史罪人 郭台铭不出来 你们就会贏了 不是吧 过去几个月不是吧 郭台铭不选 你们就是撒卡都到底照样死 郭台铭出来之后 还有一趴的可能性 逼大家来整合 所以我们也相信 十月份到时候可能 那个民意的压力 在野舆论压力 会逼着这三个人 你一定要给我弄成一组 第三个一定要是 谁不支持谁就是罪人 不过现在看起来的话 你会怕吗 听到蓝牌好像要合了 可是最近来讲 民众尤其是柯P 他会愿意这样合 你觉得是不是因为 因为你是科学家嘛 是因为说包括 他的民调或各方面 受到了一些影响 因为最近有很多一些新闻 包括他们禁用的一些人 或什么 是因为这些你觉得 所以他好没关系 现实就这样 所以我跟你们要合 是这样吗 不是 现实 国民党要边缘化 郭台铭 那我们民进党就不会这样 我们民进党不像他们那么 感谢关爱 国民党讲起来跟郭台铭说 大家都泛男的 结果拿着一只刀 一只小刀 一直在戳郭台铭 然后要边缘化他 我们民进党不是 我们民进党就是很客观公正的 大家一起公平 对来参选 来参选 那我觉得 郭台铭有两点 我觉得这个是 他应该要去修正 第一点 郭台铭根本从一开始就落入 国民党的思考逻辑跟选举套路 怎么讲呢 他等于每天都跟地方派系 各投人 等于就是说 那他们选择说 你爱爸爸还是爱妈妈 那当然了 人家地方派系很清楚嘛 人家基于那个九十二议员 这一个跟你九二共识之下 那你给不但要给钱 而且你要给的阿沙利 不是吗 那你现在就因为给的不阿沙利 你走国民党过去这种套路之下 你当然你就必须有地方派系 来跟你在你面前表装 跟你这个一次排开 这样站出来 气势很壮阔 那样子的方式你就落了 你当然最后你会输给国民党 毕竟国民党老奸俱华 人家是百年大党 那你郭台铭 你怎么有办法斗得过 你这个老东家 那第二点就是 郭台铭他个人 他个人的实力跟优点 他没有展现出来 比方说你是一个成功的企业家 在你那一本郭爸爸这本书里面 你应该去展现这个 你给年轻人的三十封信 那年轻人看一下来觉得 这就没什么了 你这个还输给这个 清创业的几位 这几位 人家年纪才三十出头了 人家讲的比你更好 人家会觉得说 你过去那时候是时机好吧 时机好所以让你赚这么多钱 但我认为郭台铭有他自己 企业经营的优势 他没展现出来 他没展现出来 他不晓得说在这一个部分 他不但他会没办法 获得青年朋友的支持不打紧 他会让柯文哲更害怕他啦 柯文哲本来等着说 你这个郭爸爸出来以后 看这个会不会造成一股气势 凸显你过去企业经营的成功 你来引领未来的社会 结果郭爸爸这本书不怎么样之后 柯文哲会觉得说 哇那我跟你结合 只有缺点没有优点 那请问一下 柯文哲最近在年轻人的支持度 是不是真的会受到影响 最近这些事 我认为这些一定会 多少会 从他的丑女 从他的个人形式作风比较霸道 一直到最近 他竟然跟李全教 跟地方的一些黑道势力 结合的时候 这些都要付出代价 但是我认为对柯文哲而言 他还是未来最可怕的对手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社会似乎对柯文哲 有不一样的评论跟标准给他 就是说柯文哲他爱乱讲话 他无厘头他讲错话 这些是柯文哲的特色 也是柯文哲的特权 不过现在看起来的话 你会发现说 对于白银来讲的话 白银在这一阵 当然你说蓝白河 大家现在已经谈着 真的已经到了幕僚之间 甚或比较高阶的幕僚 都已经开始进行 像这样的一些 这叫整合吗 可是最近对白银来讲的话 真的是是不是多事之秋 尤其最重要一个地方诸侯 应该就是高宏安 所以阿淼 高宏安这件事情 从当时好被起诉 然后讲因为十月份 可能要开庭 所有这些过程 包括讲他的副市长 你是不是被请辞也好 那这些所有的 这两天又再开始讲车 讲车也就算了 这个车的事情 他的文化局长 现在还是前任 那个钱康明 钱康明 他们应该都是十一号要走人 但是他就已经在讲说 对那个车不是现在 四月就有了 这时候大家就巴不得去 去把这些东西要讲出来了吗 其实高宏安这个问题 我经常讲他非常的优秀 他匪陶匪的 所以同一道题目不要写错两次 那现在他就是在 同一道题目写错两次 你说跟同仁跟下属之间的 关系的问题 好几个题目 所以第一个 他一开始会引发这个 轩然大波被起诉 其实来自于 他把助理的加班费 叫他回捐 变工基金 然后工基金又拿去洗自己的头 这犯了公司不分明的错误 这最基本的 这样子 好那他现在是不是在车子的问题 又犯了同的错 包括了这个 他的有人的车子 去停在市府的高阶官员 才能停的停车位 哇 你这不能说是什么 这个为了方便 为了什么 因为那个本来就应该有别的 公务车停公务车 民众洽工 有民众洽工的车位 那另外这个 他还犯了一个错是什么呢 起诉书里面之前有写 这个郭总每个月有10万 给一个公司 然后给高宏安 做这个立委职务之用 这个在我们政界 叫做灰色地带 有没有违反政治现金法的 一个灰色地带 他说你有一个企业 一直在给你all in 其实这个很危险 在场我们这么多民代 敢明目张胆的 接受企业提供坐车 民间提供给我all in 我们都不敢 那现在高宏安 他的坐车的问题是在这边 这个有新竹市议员 我听他们讲 我觉得哇好厉害 有加上公务车 总共有七台车 是高宏安会 在公务行程中出现的 为什么七台 那根本一天可以一台啊 对不对 而这当中呢 现在又有人 再进一步揭露说 提供这些坐车的民间友人 各个来头不小 很多都是跟新竹的建商 有关系的这些民间友人 那就说民间友人 不是像说我来违航老师这种啊 因为我们的车都很普通 那那是可以提供比较厉害的车的 他说哦 民间友人提供坐车给你 让你跑公务行程 其实这对公务员来说非常危险 因为这就牵测到说 你有没有接受企业供养的问题了吗 那结果他发言人跑出来说 哦这是为了节省市府资源 这叫越描越黑 我就直接不客气的讲 上一次接受民间友人提供车子 出事的人叫什么 叫陈欧珀 对不对 他也是民间友人给他一台车啊 结果后来发生什么事 民间友人出事 他也一起出事啦 陈欧珀难道可以说 哦因为有民间友人给我车 所以立法院的车 我就不用叫了 节省公务资源这样会过关吗 不会过关 接下来第三个他犯了错误 他跟他的团队同仁之间 到底相处出了什么问题 我真的看不懂 这个是副市长蔡立青 其实蔡立青的用人 一开始还是高宏安的亮点 说你找了一个前高检署 退下来的检察官 学经历具优 来当你的副市长 搞不好还可以查币 查大秘宝对不对 结果今天人家离职的时候 其实他今天在脸书上po的 云淡风轻无愧 我心刚好跟这个新竹市民 送给他的花是一样 这里面稍微有社会话的人 就知道有玄机 你的一个新竹市民朋友 送你的花 怎么刚好跟你脸书上po的是一样的 代表他想强调这八个字 那为什么上任八个月之后 离职要去讲说 我云淡风轻 其实这个没关系 我不战略权威 无愧我心 我没做错事 为什么要这样子讲 然后呢 他送了这个非常多的饮料 七八百杯要给他的市府 七百九十五杯 上面还自制的非常用心的 自制这个贴纸 写出了两百六十一天 我只做两百六十一天 有您真好 历清浓情秘义拿铁 贴在这每一杯上 送给市府员工 而且鉴别的时候 还因为市府员工跟他真的很好 鉴别的时候还落下了不舍的眼泪 那你说高宏安现在在哪 他有来为这个副市长践行吗 没有在国外 在国外是什么意思 因为我出国的时候 刚好发布我副市长走人的 这个人事的派令 然后我拍屁股出国 我说这个处理真的太粗糙了 而且那个蔡英心他直接 他直接写的是他自掏腰包 然后买这那几个字 那几个字 我不知道从昨天到今天 大家的目光焦点 都摆在自掏腰包 就好了某种程度 是不是也要去算反缝吗 我相信当时你的事 我相信蔡英心不会不知道 他写自掏腰包 大家会怎么样去比 当然了 一定比对了嘛 可是他就是要呈现说 我没有特别费哦 我不是使用我特资费 我是自己请大家 那你当然知道说 这个即使在人际关系上 我们也觉得是做的不对 如果说今天他大功告成 或是另有重用 市长在副市长离职最后一天 一定是欢送 一定是召集市府所有的 然后说我们感谢 一起拍手 261天的付出 请大家怎么样 那这个没有嘛 冷冷清清 那另外还有一个 这个是新竹的前文化局 文化局在讲 他po了一个什么 关于高宏安车的事情 你看这又全部争议纠缠在一起 你的用人你的团队 对你的领导统议跟你的车的问题 形成的量子纠缠 纠缠在一起 其实这个黑色保时节 4月的时候就出现了啦 而且他要讲说 当时为了不要让黑色保时节曝光 所以高市长没有在预定的地方下车 要移到别的地方下车 然后让接待的人员跟媒体都傻眼 然后最后他给了建议 提供给各位幕僚以下建议 你们以后要做得更好 对不对 这个议员和媒体 你们要跟他应对要应对的更好 言下之意是什么 言下之意是请幕僚不要去扯说什么 节省公务资源 因为当时你们自己也知道 这样做会惹争议 所以你才要又开到更远地方下车 那当然你会说这些 我先讲一下他在中间 他还提了一些 考西的一些 你有很多的做法 你可以停在很远的地方 下来以后 沿路民众打招呼好不好 这是清明的一种做法 要不然呢 他用了很多考西的意思是说 但是这种方式 他觉得是这里面最拙劣的一个方式 可是各位 Po这一篇 是在昨天晚上就出来了 他还没离职哦 他觉得是这里面最拙劣的一个方式 可是各位 Po这一篇 是在昨天晚上就出来了 他还没离职哦 还没离职的一个文化局长 就已经先Po出来 然后更妙的是阿苗谁去按赞 这个有一位蔡立青 我看这个应该不只是同名同心 因为照片是同样的 蔡立青按赞 然后这个钱康明说再忍四天 他用了忍这个字 这个动词 其实话已经讲了有一点刺 那其实高宏安的这些种种争议 你可以说他很小 他确实不大 还不涉及违法的程度 可是这会让人去联想什么 他去联想 高宏安当初你是沙卡都 然后因为你白色力量 所以你选上 你选上之后 你执政 现在八个月下来 成绩但大家看到是这样 会不会让人联想到 未来柯文哲 如果他当选总统 他的施政 尤其是柯文哲最近几天 一直 他竞选一路以来 这个蓝绿都质疑他没团队 他说我如果当选 我组联合政府 但是你看高宏安 他也是说他联合政府 联合到现在结果是什么 施政的成绩是什么 你请来的人是什么 再搭配这一段时间 科前面关于他身边的种种 出现染黑的情况 那大家当然会 这些争议 其实你个别来看 争议都不大 可是当他发生的很密集 接在一起的时候 他就会指说 那如果你联合政府 去收的都是这些蓝绿 不敢亲近 蓝绿不敢要 像是李全教 像这一类的人 然后或者是说 你好不容易像高宏安一样 找了一个蔡立卿 来当副市长 结果八个月就不欢而散 那未来这个政府要怎么走下去 不过现在看起来的话 你真的不知道在过程当中 高宏安市长跟他的幕僚之间 到底有什么样一些状况 或是刚才安苗讲 是不是立法院的情形 又再来一次 可是刚才你看到 包括文化局长 然后po了这些 包括蔡立新的做了这些动作 看来新竹市府 也一点都不是省油的灯 高宏安出国的时候 新竹市府在这两天吧 也发了一个新闻稿 那个新闻稿里面 第一个 讲很多不适合一些讯息 OK请大家就不要 被不适合讯息所影响 其中一段话 各位请问一下 市长如果不在 市长出国谁代理 副市长 副市长 新竹只有一个副市长 他那里面 这边加了一句话 市长出国期间 一切政务由秘书长代理 怎么样 关你蔡立新啥事啊 从头到尾就不是 是秘书长 你们大家都知道 应该是副市长代理 没有 秘书长代理 OK 所以我要 到底出了什么状况 好 你说怎么会到 如今走到这个地步 可是刚刚阿苗 直接把他拉到 跟柯文哲 跟白营 跟所有用人之间 跟未来 搞不好 你未来整个大选 都会被这个牵扯到了吗 这个 我先从这边讲 等一下再讲 那个民众党最近 这风火连三月 这个 新竹竹苗啦 其实在地方上的政治人物 还真的很多有 接受大企业 供养车子的习惯 这个在当地是很常见的 甚至县长也说 不行吗 我好朋友啊 他担心我的安全 弄这么好的车给我 那要我坐那个破车吗 我就有点这样的态度 所以 是不是 刚刚阿苗 去到那边 沾染了这样的气息 被那边稍微有点污染到 我们就是也不知道嘛 但是我就觉得真的是有点白目啦 七台车你去请死皇 怕有大力士去暗杀你嘛 要有附居 对 这个难看的程度是有正常常识人都发现不对 但重点是 告安 没有觉得不对 不过这些要离职的也蛮厉害 趁人家起飞的时候 没有WIFI 我就偷袭那种多个 大家都是很厉害啦 那民众党的事情 最近的事情真的很多 他这些东西我们讲业力会回向给柯文哲 当然啦 我有听到有人认为说柯文哲最近民调掉并不是因为 从南部的黑道争议一直到这些争议也不是这些人拖累 单纯就是郭董的声量都集中 光往他集中在郭董身上 柯文哲被忘了 所以柯文哲下来 这也是一种开心的讲法 因为毕竟看到地方党组织都黑道会不太开心 而且昨天四叉猫丢这张图 本图不需复文 任何文字不用 光这上面的文字 就会造成很大的困扰 这一位吕美龄 基隆市议员 先前为国民党 他就是在弹药库的那一个事件 就是讲了这个是逃打 你这中华就是中华民国不帮我们基隆人叫中华人民共和国来 就我看国民党中华党部气得要死 要开杂之前他退了 当时就传出民众党在争取他 这个事情传了很久 后来昨天晚上大概六点多这张图出来 其实我想很多人都有收到 就是感觉就是有人故意在放消息 这早不提晚不提现在 好那这个图出来 他代表什么呢 不代表吕美龄已经是柯文哲 因为他只是选择自由会的衣服 不是民众党 所以今天民众党说 这个是选择自由会的衣服 他愿意来报卖很好 可是有没有党籍涉及个人的隐私 可是我们不会公开 那这一个先暂时押下不表 这也是柯文哲后来人家问他 柯文哲自己招了 他说早在那个弹药库的事情发案之前 他们就已经在争取李美云过来 却有争取之事 但是因为发生弹药库的事情 所以这件事情就暗下不表 就没有后续 可是我们来想象一下 今天我是白党 那边有一个蓝党 我争取蓝党的议员过来 人家还没过来 我会先帮他把衣服做好吗 这个世界上有这样做人的逻辑吗 比如说郭台铭那争取张世纲好了 先把张世纲的什么 这个主流迷一大 你现在在节目上这样讲 张世纲基本上会比较担心好不好 明天就突然就跟 对就跟范臣田一样 停车位都被取消了 这个就不合理嘛 所以像这种事情 你现在去做解释 人家光是这张图会不会有杀杀力 会啊 这就等于是这位的业力 就爆发在柯文哲身上 不过现在看起来的话 最近出现的一些事情 包括讲说各方 终于要出现一些所谓的政策攻防 或是各自 我昨天讲那段话 我自己都觉得讲了 真的会让自己也觉得 各位 选战已经进入了你我熟悉的 总统大选好不好 就是包括你们自己 包括你祖宗八代 包括你们家所有的东西 全部都被拿出来 这家的房子那家的什么 全部都出来 斯高 现在看嘛 从柯 柯P他们老家的房子 赖清德在 万里五十年的房子 不管 现在开始都已经出现了 而这整件事情 不单只是看到 事情 而是 每一个被指控或被讲到的人 后续的危机处理 看到什么 第一个危机处理的部分 其实 以柯文哲 柯文哲来说 第一个他们家 有不同的这个角色可以出来 柯妈妈 柯妈妈 柯文哲比他站在第二线 柯文哲站在立场就是该猜就猜啊 好该猜就猜 但是我看他今天酸这个 赖清德的维建 酸的也很高级啊 他说 这民进党说是上面盖一个 夹盖顶棚是为了遮光 嗯 那他那个柯文哲会说 你是放老天爷偷看吗 嗯 所以他 他也讲的很酸啊 那我觉得这个 违禁的事情啊 其实就是每个候选人自己啊 去要祖宗八代自己的主宅老宅 都要去看一看 你的这些 这些的房子到底什么时候盖的 你看这个赖清德他就是被 刮到说 那之前是用矿 应该矿业所用 嗯 根本不应该在上面有住房的 OK 所以你的土地的使用区分 基本上就 基本就错了嘛 嗯就不应该住在那边嘛 然后他们就说哎 那个什么时候加盖啦 然后加盖的时间点 那一个一点一滴的空照图 这基本上都逃不掉 都逃不掉 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啊 那就是要看哪一方 处理的更快更好 而且基本上不要去托泥带水 OK 而且要跟邻居说拍谁啊 就是假设可能要祸及 对可能会祸及祸及 祸及邻居 跟那之前的那个谁一样 黄文昌 黄文昌一样 系纸他加一整排全部都被铲平了 嗯 都变成拼头 因为祸及邻居嘛 所以你看柯文哲妈妈的旁边邻居 他现在又担心了 因为从空照图看起来好像 也有一点点头 然后也有一点这个盖出来的地方啊 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就是 彼此的检视啦 而且看起来大家都养很久了啦 也不是我们最近两天去调图的啦 大概都放在抽屉里面一阵子 只要你丢出来这个 我就丢出来还及 不过对赖夫来讲这件事情有影响 秀医师我必须反驳一下 斯刚刚讲的 其实赖清德那是52年前 他爸爸是矿工那是矿工宿舍 你怎么会说在那边不能盖房子呢 是矿越区的土地分区使用没错 但是那是矿工宿舍 我认为大家要一致 这三个标准来看待全国各地的维建 第一点我们看这个赖清德 跟柯文哲这个 如果赖清德家的房子 是因为赖清德担任国代立委以后 有特权才去兴建那这就不对 就像柯文哲他妈妈的房子三四十年前 如果是现在八年前 他担任台北市长之后 一位首都市长的光环 所以才去盖的那这个就不行 不是因为特权而来的 第一点这就应该排外 第二点就是说 这个维建有没有危害当地的交通 或者公共安全没有嘛 议员学长 议员学长你这样讲就失去那个 我就说我们评论 如果要把它拿到 拿到政治上评论 我认为至少要这三个标准 要不然我们维建就照 维建各县市有处理的办法就好嘛 对不对 那这个第三点 这个维建有没有拿来盈利 比方说盖起来 是出租给人家收租金 或者你开个餐厅 没有嘛 既然没有这个我认为这件事 不必拿到台面上讲 就依各县市 违章建筑的处理办法处理 我再一次简单讲 我们台湾我们国家现在遇到的问题 是因为赖清德家52年那个房子有违建 或者因为柯文哲他妈妈家里有违建 而导致的吗 拆除了赖清德跟柯文哲家的违建 我们台湾从此就千秋万事国泰民安了吗 不是嘛 所以我认为在政治的台面上 不应该讨论这两个案子 拆除了赖清德跟柯文哲家的违建 我们台湾从此就千秋万事国泰民安了吗 不是嘛 所以我认为在政治的台面上 不应该讨论这两个案子 但是很不幸的这两个案子 就是被丢出来 你丢出来的时候就必须去讨论 除非说这两个房子突然丢出来 凭空就消失不见 所以这个事情还是要 又市论市啦 比如说52年前或60年前 就盖的这个所谓宿舍 后来有没有加盖的部分 现在大家是问说 有没有加盖的部分 多出来的部分 那多出来部分是什么时候多的 OK 那如果是按照现在法律 就是按照法律处理 那柯市长时代 我们这边有三个议员 都台北市议 柯市长时代在处理台北市的违建的时候 基本上就是按照空拍图 按照年限 然后该猜处理就猜 那事实上这个部分 也要也帮我们解决某些的问题 请托的问题 那这看猜的标准 也不一定是说妨害交通 有的是该在自己顶楼啊 屋顶啊 我们说屋顶妨害谁的交通 没有妨害任何交通 但也许是多加了一扇门 多加了一道墙 就必须拆除 所以刚刚请问一下 最近对猴鹰来讲的话 丢出来的几个跟政策 我真的比较开心 终于看到了跟政策有关系 可是这些政策交锋之间 你会发现说 除了未来台湾会面临到 什么样一些状况 什么时候 甚或会各自阵营之中 你们包括讲那个 肺巴式量表的问题啦 包括65岁 健保免费的这些 侯友余最近讲话比较大声 他说你们大家都跟啊 民进党也来跟 要跟全道 不要跟半道 但是世修等一下也可以回 因为郭总讲说 你们大家都跟我 现在到底是谁跟谁啊 好的政界 好的政策 大家互相学习啊 我个人认为是无仿啦 比如我自己在这个 基层这样走 我们这样在社区啊 在每个里 大家对于80岁以上 免巴式量表 是有感的哦 那真的有感 这件事是有感的 因为第一个 你这帮很多的子女解决问题 因为很多子女 要带着长辈去看医生 巴式量表 一次过二次不过 医生现在也不敢 帮你去放水 因为他会吃官司 所以这部分其实对于很多的家庭照顾来说 是有感的 因为台籍的康护工比较贵 外籍比较OK 我觉得这部分是有感 所以我就觉得有感的政策 我觉得侯友宜是打对了 因为跟他的人设很相关 因为他的人设不是 就是不是讲高空啊 大道理啊 他的人设就是脚踏实地做事 替大家解决问题的那种感觉 我就觉得他如果他的政策 替人民解决问题 我觉得这个 这个传播下去 大家会有感觉是 我选一个总统是要解决我的问题 改善我的生活 降低我的负担 而不是只是打高空而已 不是说 那为什么那个65岁什么免健保 免健保费用什么 包括零到六 因为 那记得賴副也有提到 零到六岁的国家一起养这些 然后郭总这时候就打身了 讲说好像你们大家都跟 哎这是到底 到底接下来打身 要怎么去分辨这些啊 其实就我过去参与选战哦 我就是政策幕僚出身 我负责去跟这些专家学者对接 然后把这些政策写成浅白易懂的语言 然后跟候选人对过 然后再宣布 就我个人而言 我是乐见整个总统大选 回到政策的讨论 我印象很深刻在2020年 就四年前那场大选 那时候蔡总统 蔡英文那时候喊抗中保台 然后所有人就跟打了鸡血一样 就在Key檔 没有人在谈政策 然后后来那时候张善政 召集这个国政顾问团 然后召集了上百位专家 写了白皮书各个领域 我参与到里面好几本的讨论 那时候没有人看啊 可能各方幕僚都在看啊 老百姓根本没人看 所以我觉得那一场选举 是没有人在谈政策 我觉得很可惜 那现在包括像侯友宜 包括像柯文哲 甚至包括郭台铭 郭台铭在六月七月份 那时候他还没宣布参选 他那时候其实可能也 还没有排版要选 我不知道那时候 我也还没加入过伴 当时他就推出了很多个 很完整的政策 甚至比国民党更完整 有两岸的能源的教育的 中小企业的运动的 社会福利的都有 所以我当时 因为我以前待过国民党智库 我那时候也私下 问很多国民党朋友说 侯市长在干嘛 就是我的理解是在 五月底 国民党智库就已经把 好多个领域的白皮图写好了 结果六月份过去了 七月过去到八月了 为什么侯市长一直没有提 他到底哪里不满意 然后这段期间 郭台铭就一直提一直提 一直提 那我不知道是谁写的 但是至少我看过 因为我自己做政策 幕僚出身 我觉得那个是 masterpiece 那个是有真正的 据说啦 传闻是行政院长级的 专家团队 我不知道是谁 但我看确实是很好的政策 那现在最近这期间 我发现侯市长啊 柯主席啊 或者是 賴副总统啊 他们都提政策 我们也提政策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发展 与其炒那些 蓝绿口水帐什么的 我宁可来讨论政策 会比较好 请你也注意一下收视率嘛 这很悲哀 是啦 我也承认啦 可是问题是 你说大选 光姐我们这样分嘛 他分两个部分 一个就是 都在选总统了 你不会告诉我 大家都在注意所谓的 国政白皮书啊 政策白皮书 所有这些很重要嘛 所以现在四地 大家各自出来的时候 攻防 你抄我 我抄你 好 这是一个 但每个人大家确实 比如说 当侯提出这些 感觉上打到了 但是那个打到 真的有转化成 老百姓的支持度这些吗 但另外一部分 另外一部分 就是大选破口 无论题 执政党有所谓的执政优势 另外一方面 叫执政包袱 譬如最近 莱茵现在一直在打的 包括超司啦 然后今天 柯P直接把超司 再加上高端 什么全部都 全部都摆进去 那这些在得失分之间 尤其破口是很容易打 几次大选 你看下来 那一个不是大家去打捏的东西 对这就一般来讲 什么国政白皮书 这是所谓的牛肉 一般来讲 几十年来 大家都不想听牛肉 那更不用讲说 那个什么证件发表会 那所以在侯宇 这个所谓的医疗政策里面 他丢出来第一个 后来又更下一层 65岁保健保费 其实说实在 他废除80量表 我觉得这个真的得分 真的得分 我跟我老公 两个就在讲嘛 就他丢出来 这个不错 就是我们私下 谈话也是这样 那这个 我们怎样的感受 我们家庭有这个感受 其他的 因为我们之前碰到过这个问题 那所以其他家庭 应该也会有相当的感受 所以这是一个 智库协助侯友宜 得分的一个 丢出来的一个证件 好那你说一个老刑警提出了 那另外两个医生呢 大家会质疑 一个还做过行政院长 对不对 那所以大家会质疑 所以那个柯P他速度很快 他立刻丢出来 而且柯P丢出来那个 65岁老人家这个部分 健保费的免费的部分 他是整个医疗套餐 他是有配套的 所以他也反质疑说 那侯宜宜 那你的裁员哪里来的 所以他有提出 他的办法 所以大家也在比较 那相对来讲 这个就是凸显 民进党执政 他有执政包袱啊 那你们七八年怎么不做 对不对 所以这个我觉得 至少赖清德 他不要以为他躺着 就能选 那相对来讲的话 民众党的Jimmy Chen 就陈世轩 他最近在一个议会 那个新闻真的 病病狗 你就看那个现场 他一直叫那个侯友宜 你拿出你的价单 哇 你就看到局处上来 一一被他 就被他打败 到现在为止 还是黑箱 他连他请公假 四驾 他都不拿出来 所以你们打了个半天 说民进党黑箱 就你们自己 搞黑箱啊 连架单都不拿出来 那你凭什么质疑 人家什么疫苗 什么封存三十年 所以他们的问题就在说 哎呀我要推这个 废族巴士亮表 我前面去打错 我去打人家商业周刊 嗯 好我这边得分了 可是我另外一方面失分了 那所以 在这个比较性 大家也会讲 那相对来讲 民进党 他那个另外一个 也被 蓝军尾随 打打中 原本是 农业网红 林北豪 也是我的好朋友 他他最早在 脸书上提爆的 那我在直播节目 我第一个平台 就开始做 然后他是很抱怨 第二天的林涛 你开记者会 全部抄我的 你一字不漏 那你们国民党 在干什么的 你平常干什么吃的 你上去就 直接拿我的脸书 一字不漏就这样念 但不管怎样 蓝军追上来了 我觉得打到的地方 在哪里 就是农业部长 陈其仲 其实过去也多所访问他 他上去 那很关键 你想看以前 我们几螺蜜谷 那选战 如果今天发生 在选前 几天 选前十天 如果要是要开这样记者会 你就知道 一定是有什么样的影响 才要大到开记者会 你知道吗 可是他上证时候 我说实在 我用一个资深记者 我调查采访出身 越说越胡 越来越听不懂 你说 一个超司 他抵不上台农发照理说 台农发那时候敲锣打鼓 成立的时候 所有的业界 有经验的业界 有口碑 有品牌的业界 我们组成国家队 那你去看台农发 有菲律宾有巴西进口 代表他有巴西的管道 那我的这个续场会 好像有点像中介 我不讲中介 中介 有人摆手套来行 我钱给你带好好的 你的贷款 我也把你弄好了 然后我叫你贷店 其实你可以提前申请钱 然后各式各样的 然后我为什么不找台农发 我为什么要找这家超司呢 而且超司那个情信的负责人 他只有出一千块 占0.2%的股份 你会觉得他后面有人 那这个命没有解掉 最离奇的是说 那个超司也在呛 有发新闻搞说 你们这些名嘴乱扯 那如果2月24号农委会 就规划要进口弹了 往巴西进来的话 那3月10号是经济部 这个跟召开说明会 3月14号是农委会 农业部说明会 那我请教你 他为什么3月2号 这六天又复业了 而且他的合约上面 清清楚楚 写了3月1号到 好几月几号 8月8月底 8月31号 那你要告诉我这中间 那你是通灵还是通神啊 你而且你非但是签了合约 那你要告诉我 那你要告诉我 这中间 那你是通灵还是通神啊 你而且 你非但是签了合约 那我说明后 会在十几天后 我非但签了合约 而且我都拿得出 后面说明会 要求我们那些 巴西的官方证明 嗯 关系再好有这样的本事 所以你去比对很多那种细节 人事实地 你会觉得 我怎么不讲成绩中 他上去开这个关键计指会 并没有说清楚 讲明白 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 蓝营跟紧了 然后打到了 那这个东西我觉得 那个民进党应该有更清楚的说明 再者 他们是一个选举的高手 嗯 嗯 像过去 打那个 从颜宽恒 黄国昌 到柯妈妈 打危险 寸草不生 有那么多故事 到他们这边变什么 电影悲情城市啊 变梁朝伟出现了 然后就矿工之子啊 那这个但也是啊 变成爱台湾呢 台湾缺蛋的时候 帮你解决缺蛋危机 这进口商是得意用冲在第一线呢 他们会这样讲 可是我们要问的是说 你搞了个半天 2015台湾就有禽流感了 你诸多政策都下不到刀口上 甚至是错误的政策 以至于搞到说 我们现在台湾人 只有吃进口蛋的命 OK 好像把进口蛋 我进口蛋当成常态 但是他没有釜底 重新从根本去解决 你每次这样买买买蛋 好像看出一个超市 买出问题 之前还有云报案 OK 都都感觉上不清不楚 我觉得这个东西 如果慢慢的离选举接近 万一继续发酵不帅呢 那你这个选举的变数就增加了 阿苗等一下一次回应 刚才讲的这几段 因为司刚今天 一样有到递检署去 对对对 然后到递检署 因为陈吉仲告了 他告巧新告民事 然后告了一个前南委是告刑事 我不知道为什么要分谈很快 但是你们直接反之就 直接去告陈吉仲 陈吉仲 连财务新税 土利这些都靠进去 对对对 他只能开记者会 像光景长你们看完以后 看完以后还要去加码告 其实陈吉仲 其实开记者会 每次开记者会 越看越迷糊 其实道路不要开 他越开了 越把很多的迷点 就一次的蹦出来 比如说刚刚光景长 讲到这个执行的期间 他是从跟着超市 3月1号到8月31号 那更不要说是 8月3月2号 那个超市呢 才复业 他经常停业了一阵子 再来 陈吉仲一直说呢 超市过去有进口 从日本进口到台湾的经验 对实际 还有从巴西进口到日本的实机 但是呢 陈吉仲讲了那么久之后 三天四天大家都跟他要 他也拿不出来 这是为 这是这几家公司 为什么可以拿到这个案子的最重要的原因之一 因为他过去有进口蛋的实机 那再来呢 他的合约里面呢 基本上这个超市呢 这家公司也是做五本生意 为什么 包括像这些 合约二至四条 报价文件 只要拿到巴西鸡蛋方 就出产方 出口方的报价文件 基本上呢 他就可以跟中央续产会勤款 然后呢 超市的部分 他只是一个代收转付的一个概念 我们大家都拿过旅行社代收转付 代收转付什么意思 我付钱给旅行社 旅行社付钱给航空公司 这是代收转付的概念 再来呢 如果 汇率变动呢 还能请款 我们一般我们做进出口 汇率变动 我自己吃了 我自己吃了 更况你在今年的五四五月间的 台币对美元的汇率 并没有太大的波动 所以说你如果汇率波动 他还能请款 居然会不是有讲说 超市有全额都已经自己先垫付了 你自己垫付啊 你可以拿出你的这个汇款证明 如果说最自我清白一件事情 我不可能说我往上转一转 转给光琴 就是我付了嘛 你这么大的公司 这么大的金额 不可能一次付嘛 每一次每一段付多少钱 汇款单汇款证明啊 然后我跟这个虚产会请款记录啊 我请款记录 我不可能光评我一张嘴 我一定要汇款证明 你们自己评估 这个八千多颗蛋 大概总金额要多少钱 八千多万颗 八千多万颗蛋 大概要多 大概是 按照他的是三亿多 三亿多 对三亿多 可是刚才看集市新闻 好像金额又斗不拢了 好像说四块多 像说五块多 又多了一亿元出来了 又多了一亿元 那到底这钱是怎么算来的呢 你们质疑这整件事情 最根本的是质疑它里面有什么吗 说不定有上下起手的事情啊 说不定是有后面有一些 最后面是不是有高人 去开这家超市公司呢 因为看起来这合约 超市超爽啊 所以这个合约的内容 基本上大概就是一个 就是一个没有成本的合约嘛 而且之前超市说 蛋毁损的 钱是超市自己吃啊 但是这合约看起来是 哎 这个毁损蛋 你这个开了开 这个供应商开立的 这个报价单之后 还可以再补偿你 OK 所以基本上跟他讲 又完全不一样了 阿苗 两个部分 第一个超市这个一定要回应 因为这整件事情 会不会变成一个大选 如果再烧 它会变成一个破口 所谓的问题 呃 民党执政的所谓的执政包袱 刚才前面讲的那个 包括人家提的政策 你有没有听到 在一起讲 最近都会补一句话 啊 那你们这七八年到底在干什么 那我们提了 你们才会跟吗 来 首先第一个 如果说这个问题 部会讲不清楚 都要在政论节目上 其他人来研究资料之后 帮他重新整理讲 才讲得清楚了 这就是一个大问题 其实我对农业部 一直有很大的意见 就是为什么遇到了 专业的问题之后 一讲二讲三讲四讲 越讲越黑 对 然后还要出来看记者会再讲 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 你如何的去沟通的 这个专业出的问题 农业当然是一个专业的东西 可是你不能够一直抱持着 你学者的性格 因为你从政也多年了 你也曾经被人家修理过多次 当你今天清上火线的时候 你就是应该要一次讲清楚 全部解决争 你的表达能力 你要弄好这个嘛 对不对 今天这个鸡蛋的问题 其实我们回归到 为什么要有这个鸡蛋专案 今年二月份的时候 国内都在讨论鸡蛋是不是不够 是不是缺蛋的问题 当时的数据里面 国内的鸡蛋 距离每天的需用量 大概产生了5%到10%的缺口嘛 你说很缺 也没有到很缺 可是就是没有供应到100% 所以当时说要进口 来补足这5%到10%的缺口 是为了要稳定市场信心 要让大家知道 不会买不到 所以你不用抢购 你也不用高价去买 才有这个采购鸡蛋的案子嘛 好 那你既然是这个目的 你去采购鸡蛋 重点在哪里 第一个拿得到蛋 第二个品质没问题 第三个价格合理 这就是整个案子的目的 所以只要这整个案子 符合了这三项 已经达成到我们目的了 基本上我就不会再去用这种 鬼影闯闯人心惶惶的方式 去质疑他里面 是不是到底这里有鬼 哪里有鬼 除非有很明确的证据啊 那今天农委会要解释的问题 其实也不用扯太多有的没的 首先第一个人民关心的 有没有买贵 价格是不是不合理 那有没有买贵 这很简单嘛 当时他开了两场说明会 第一场三十几家来参加 第二场二十几家来参加 最后有九家接着这 所以不是只有超市一家 也不是只有超市跟台农发 总共有九家 那这九家每一批的蛋里面 到底有没有价格不合理的地方 我建议他就是直接有一个 清楚的表格 每一批蛋多少钱 这整理出来之后 就只差什么 只差 能不能够质疑的人举出来说 有哪一家价格比他更便宜 而且货一样好的 结果政府不收购 那这就一刀毙命了 但如果没有 市场上 所有台湾的进口蛋商 能提供到的最好的价格 就是这样 那农委会 基本上这一点 讲清楚就好 第二 超市的成为焦点 是因为他是在 你刚刚讲的那九家里面 他八千八百多万颗 他占六成 他才会被盯上的 对 这个就是光你讲的问题 外界还质疑第二个问题 你有没有独厚这家公司 你是不是说别家 同样好的来你都不买 你只买这一家吗 那农委会他该讲清楚的是 这个案子的结构 首先第一个是货到付款 货到了之后我钱才给你 所以没有说我预付 结果你的蛋都是烂蛋 我冤大头的这问题 这没有发生 第二个货到付款 你厂商厉害的 你谁先进来到货 我吃的下的我全部都买 这又出现刚才 就是刚刚他们讲的 因为 合约上面 他们最近一直在抓 代资转货 然后我们的续产会 是跟你讲说没有 就是人家超市 自己都垫付了 光这件事情 他们现在讲的意思就是说 你根本是五本生意 因为如果是代资转货 他就根本就是 这边来到这边过去 所以变成 昨天开完一个记者会以后 这个崩一个又 那怎么样 那你就要把这些东西又拿出来 又更多了 他不但过一手 还有8%服务费 他有8%服务费 陈吉仲昨天在记者会里面 我说他要出来 是要一刀解决这个争议 对 那关于这代收转货 今天续产会的说法是 执行的状况是 比合约更优余 就是说合约 虽然写代收转货 但实际上执行是 货到了之后 才把货款给人家 好那这一点 其实今天我觉得续产会 不要用嘴巴讲 对嘛 你直接把你付款给厂商的日期 拿出来 到货的时间总 就列两条时间总 一清二楚楚 阿美尔刚讲的一段是什么 因为续产会今天 发了一个新闻稿 不是你觉得现在发新闻稿 能够以杜悠悠众口 尤其对于在野党来讲 你发新闻稿 他一定不会 他一定会把这个 全部都拿出来 他就一定会再继续往下打 这整件事情 阿美尔还有哪一段事 你觉得要再解释 刚刚我们讲的独厚这个 其实有 他只要讲清楚一件事情 就是说 今天是谁进货速度快 我就先优先采购 所以这整个里面 其实这所有的指控 都缺了很重要的一个关键 有没有今天任何一家厂商 是他能够提出来的货的条件 价格什么 比超市好 可是他被排除在外 如果有的话 直接一道毕命 这也是为什么昨天 九家做了 九家做了这个案子的厂商 他要发一个新闻稿 为什么 你说他们大家只质疑超市 为什么其他八家要出来讲 因为前天 这个蓝营甚至讲一句很重的话 他说超市是发国难财 那这其他也有做到生意的 那你们是讲说我们其他八家 不是也是一样的状况 就像 这个指控澳洲空运 一颗补贴32块太贵 那个是不是超市 不是啊 是第一批能够进来 有别家比他更快 不是当初如果用我们 台农发国家对买 就没有事了嘛 你何必找独厚这家呢 台农发国家对买 就用台农发 那其他八家全部都不要 包括超市其他家也不要 那我们能不能够在短时间之内 达到我们要进货的需求 这个是一个实际上的问题 好那所以农业部 我刚讲的是 刚刚蓝营如果开始打政策 我觉得确实这个方向 对于蓝营是对的 OK 因为开始打政策之后 各个部会都有可能出现 类似农业部这样的破口 当然你说是不是破口 这话是不是讲的太重 可问题是 不是说你事情做的好 人民自然就给你肯定 你还要把中间的这个描述 变成是大家能够理解 能够接受的 不然你明明整个事情做的过程 是合法的 而且鸡蛋也进来了 品质也是OK的 没有不法的蛋流入到市面上 同时鸡蛋价格也回稳了 你整个政策目的 达成了 结果你反而变成重死之地 哪一个政府能够守得了这个事情 其实这个事情就是 第一个他合约讲的跟 陈吉仲口头讲的是不一致 第二个 其实你说这个发国难财 如果大家都能够供货 去应急这个缺 其实你要发国难财 也无可厚非 问题在于说 到底为什么是这家超市 你明明有台农发 你明明有中央续产会 以及你的这个 报案价格 跟当初的报价单 到底能不能直接请款 这有太多太多的不一致 而且其实我认同阿淼的讲法 陈吉栋出来讲的 他一再讲一再讲 结果漏洞越来越多 破绽越来越多 所以大家都在怀疑啊 所以你明明讲到底在藏什么 是不是里面有猫腻 真的 我觉得光是这个合约 你还敢拿出来啊 你要把说 你不是还都不拿出来 你一直叫我拿出来 你不要拿合约 你口头讲 你还可以呼嚷过去 你是背板在那边讲合约 结果你口头讲的 跟合约秀的不一样 所以你在野党 当然就不抓着你打谁啊 来来来 时间来 最后一分钟来 我一开始认为我这件事情 那个农业部合法 但是不正当 像我认为陈吉栋 连合法性都必须谈清楚 第一点我们政府为什么跟 你这将近连税金 是六亿元的采购案 怎么跟一家资本 只有五十万的公司 这家超市五十万的公司 是什么意思呢 对我们政府 对人民而言就是什么意思 就是说赚他要赚 那万一这批货没有交 他违约的话 或者里面有瑕疵 或者有部分的臭蛋烂蛋 那要赔怎么办 要赔很简单 他就是五十万赔到完为止 所以我们不可能说 我一千块给你拌一块钱 所以这个基本上就是不正当了 第二点同样这个条件 那是不是其他厂商可以做 同样这个条件 你看在我们全国前十大 前二十大 前一百大贸易商眼里 那他觉得笑话 我时机我经营那么久 我有设备 我有资本 结果我竟然比不上一家一人公司 所以这个基本上正当性有问题 那对于农业部多数的官员 我相信他们的品德 他们不至于搞什么搞错什么 但是以陈吉仲跟那一群学者的个性 跟他们在社会经验而言 我觉得他们社会经验是零 从他们很多谈话里面就知道 他跟社会是隔绝的 他完全不晓得社会的运作是怎么样 所以他讲他也讲一道 他讲得很对啊 我义政词言 我可以相信他不是要寻思 他人格上没什么问题 但是从他的口才上面 跟他的执行上面 我觉得这个里面确实 不但正当性有问题 而且合法性 我希望他们把当初承办的这些人 带出来一起说明 同时把法律顾问也找来 重新检视一下整个采购过程 来 韦豪 最後一分钟 这个其实刚才前面都已经铺陈得很详细了 这个案子最不合理的地方就是 合约奖的就是钱就是这样 123 但是今天反过来231 就是你知道他现在到底是怎么样 所以就是在这个从续产会 其实昨天晚上发稿的这个过程之后 我有听到民进党现任立院党团说 啊我们前面一天才在那边代收转付讲了一大堆 啊你现在全部直接改掉了 要我们怎么讲 所以他们就直接讲 下个礼拜立院要准备开始开训了 对 这个事情在那一天之前没有解决的话 以下以后陈吉仲自己负责 那不可能解决啦 这要解决嘛 他们都已经来 呃 就是陈吉仲 陈吉仲要去扛这个 因为没办法其他人没办法解释啊 你不能一天到晚改啊 一天到晚改每天都是今天讲东西 还有现在林涛要讲说还有一个本票 还有一个新出来的东西叫本票 就是陈吉仲好像有讲 但是被节目剪掉 到底有没有这个本票 那这个事情就不断的延伸嘛 所以打到最后面大家都先 所以现在我们到底要怎么辩护 所以我认为啊 绿营啊 刚刚我们还在讲说 那个赖清德的维建 他搞不好还比较希望辩护维建 因为这个带的东西涉及违法 真的没那么好收拾 不过这整件事情在未来来讲的话 对很难想在下礼拜以前 能够解决掉 所谓的解决掉就是 给大家一个非常圆满的一个 呃 所有的过程 OK 那大家要的就是一个真相 这件事情在未来 会不会影响到这整个大选 当然是值得观察 可是对各方来讲 当中提出来的政策 或是各方提出对于 呃 包括在过程当中 有没有哪个阵 有什么攻防 会不会跟整个大选 未来投票那天 会有什么影响 我们大家拭目以待 非常谢谢 现场所有来宾 也非常谢谢观众朋友收看 西优优优独播 我们明天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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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bwd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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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